大家好,在 My Mesh 101 第八個課程中,我們會講一講Jiggle Deformer 和彈力脈怎樣運用 首先看看效果,你會見到其實Cube 掉下來的時候,它是有少少的deform 這個是利用了Jiggle Deformer 做一個deformation 好,在層面上,首先我拿一個Cube,Cube 會放大一點 接著,我們會將 Subdivision 加大一點 在這裏來說,我們亦想給它一個Bevel 然後將它的Segment 加大一點 在這裏,可以控制這個組織 我這個可以更好一點,再配合平均 你會見到這個Box 又是這樣的,但臨時做到這樣 在這個情況下,其實我這個Box 會做一個Mesh 在Mesh 中,我會做一個Mesh Network Mesh 中,我們會在Mesh Editor 中 在Distribution 中,我們會看每個Distribution 我們會用一個Grid 的方法做幾粒 例如,大概是四粒,九粒 我們把它弄寬一點 大概是這樣 好,在這個情況下,我們會做一個Gravity 給它 所以我們會在Mesh 中,放一個Dynamic 去 Dynamic 去 Dynamic 呢,我想的Dynamic 呢,就是 它會是... Ground Fall 會在地下 所以我在這個Bullet Solver 中 我們將Ground Fall 升到地下 然後跌下去 那這些物件就會升高 所以在這裏來說,再加上一個Obset Obset就有Wire 給它上一點 這樣 升上去 好了,在這個情況下,它們很整齊 那我想... 我回覆的時候,你會看到它們非常整齊 那我就不想它的效果這樣 所以我就... 在這裏加一個Random 的效果 這個Random 呢,我們可以... 為什麼Random 呢? 其實我不想... Random 呢,其實它好像... 可以給它一些不同的Rotation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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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可以有些不同的Strength 去控制 OK? OK? 好了,當我這個Random OK之後呢 我就嘗試把它放下來了 OK? 好了,那這個放下來了之後呢 其實呢,我們需要給它一點Friction 所以,它會延長了一個Timeline 看回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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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一點Friction 或者Bunding 或者Bunding Damping 看回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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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 好... 好了,我現在想做一個Jiggle 所以,我們可以打開所有的東西 看回頭部 我將它在Mesh裡面 這個... Utility 有一個叫... Create Jiggle Deformer 加進去 加進去 其實呢,它多了一個Node 就是叫Jiggle Jiggle Jiggle有幾樣東西可以控制 一個Damping 一個Stiffness 好了,如果我這樣Play 你會看到呢 其實呢 它有少少... Deform的 不過你不會覺得很明顯 所以我們... 例如我將Stiffness 降低了 之後呢 再給迫看 你看看 你看到呢 好像Jerry那樣 但是呢 有時候太多的時候呢 我們的Stiffness 會將它... 多一點 那如果Damping 是沒有什麼Damping 的時候呢 這個呢 就會看到... 它會不停地彈 的 好了 也有一個叫Directional 或者不同的控制 你可以慢慢去... 慢慢去... 測試它的Baleo 看看效果如何 那很快呢 其實呢 我們可以做到...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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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